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此一初上冰场便率先攻入一球 彰显本场比赛必胜的决心 不过 胜路易斯蓝调队也是迅速反击在第一节最后的两分钟 由蓝调队的Robert Thomas颁平比分 关键评论部分 此后第二节 两队均加强了进攻火力 洛杉矶国王队依靠中场前三分钟的power play环节奠定了胜局 最终以4比2获胜 除了刚刚商誉归队的Grand Storm之外 洛杉矶国王队还有Kevin Fiela、Adrien Kemp以及Gabriel Verlade 三名球员在此一得分 对此 洛杉矶国王队的主教练麦克利兰评价 洛杉矶国王队善于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分 且他还相信队员 无论是在比分优势或劣势的情况之下 都能发挥出正常的技战术水准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育特别言过见 接下来把时间交往对房内